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百名学生 这些人都支持八路军 如果留下来 肯定要遭受国民党的迫害 怎么办 有人说 这些学生不会打仗 带上他们会给部队行动拖后腿 但贺老总说 我们不久还会解放文水 但这些人才如果被害 谁给他们第二次生命 传国的命令 部队要保护好学生 少一个人军阀处置 后来 闪肝宁静 随联防军随迎学校成立 因名字太长 不好叫 大多数教师和学生都说 应该叫贺龙中学 贺老总开始不同意 但后来一想 加上自己的名字 大家就会很重视 没有人敢马虎 于是就同意了 当时还是战争时期 条件坚活 学校瀑布烂烂 贺老总就到处找建筑材料 给学校修建校舍 当然也有人质疑 说要以打仗为主 但贺老总说 这是我贺龙的学校 我不管谁管 我要对得起校名中的这两个字 部队后勤有什么好东西 贺老总都会先送到学校 给师生们改善伙食 有个学生得了夜盲症 贺老总亲说后 就让部队把猪肝给这个学生单独留着 还让人送去一瓶鱼肝油给这个学生吃 这个那个时代可是稀罕货 后来 贺龙中学经过阔边 变成了西北军政大学 另外 又重新设立了贺龙中学 贺老总当时身兼数职 工作特别忙 但再忙 也要抽空去学校看看 其实 学校最大的问题还是没钱 各样设施不齐全 影响教学质量 尤其是冬天 师生们没有过冬的棉衣 都动得直打哆嗦 贺老总看不下去 专门给学校调来棉衣 保证每个人都能有一届 当时 棉衣是紧缺物资 但贺老总说了 我和机关人员可以不穿棉衣 但有两种人必须穿上棉衣 一是前线战士 二是学校师生 冻死一个 该严阻处置的我绝不姑息 其实 贺老总在救军队时就非常重视教育 他有一个观点和毛主席不谋而合 毛主席曾说过 没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贺老总也说过 部队都是睁眼瞎 就没有能打赢个仗 贺老总任命军官时 有一个硬性条件 想当排长 至少能读出工资单上的士兵名字 念错一个字 就别想当了 所以 大家为了能当上军官 都费寻忘时的学习文化知识 在湖南里县有个女子师范学校 有二百多名在校女生 当地有个高官叫唐荣阳 听了一个算命先生的鬼话 要说跟一百个女学生睡觉 才能升官发财 唐荣阳就开始对女子师范学校的女生下手 贺老总听说后 大怒 亲自出任名育校长 对学校领导说 如果有人来学校闹事 你就提我贺龙的名字 我就不信他们敢来胡闹 谁真敢来 我让他家破人亡 在湖南 谁不知道贺龙的大名 唐荣阳虽然嚣张 但在贺老总面前也不敢动歪心思 只好打消了那个念头 贺老总在湖南时 还做过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湖南今时有很多流浪儿 还有很多穷人家尚不起虚的孩子 贺老总看着心疼 就找当地的富商 说 你们都是乐善好施的好人 看到这些孩子没钱上学 将来成为受人欺负的争典家 你们也于心不忍吧 不如你们出点闲 我找路子 咱们办一个学校 让这些孩子都读得起书 贺老总的面子 水涨不给 于是 饥富商就出资把学校建起来了 而且一分学费都不收 后来还真出了不少人才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味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UHUA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ASHAUHUA108运辑 诱从 Gender把学校建起来 U'A108运辑